抓得多不露抓得巧 岸田刚对中国摆谱 又以日本间谍在华落网 大家好我是向运华 不得不说这报应来的很快 岸田文雄前一交拒绝与离任中国大使会面 后一交日本人就直呼岸田文雄别摆谱了 他们的间谍都被中国给抓住了 这下子岸田的这张脸又往哪里割呢 近日多家日本媒体报道 一名50多岁的日本男子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北京被捕 而且这名日本间谍 还是著名日期安斯泰莱制药集团的员工 在中国分公司担任干部一职 安斯泰莱制药集团在中国投资很大 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都设有分公司 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中国查出来是干间谍的 后续安斯泰莱制药集团在中国的分公司 其实都将面临被调查的风险 而这个人能担任干部一职 很明显掌握的信息比一般间谍还要多 要说日本不着急那是假的 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一致要求中方释放这名男子 其中还尝试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向这名男子提供领事支持 当然了 日本也只是在白费力气 此前日本外务省不是没有要求中国释放日本间谍 但是无一例外的中国挨个的给他们判了刑 简单来讲 就是想回去也容易 坐完了牢可以回去了 自己搞建立活动在先 被抓后又想着让中国放人 日本的如意算盘打得再惊 中国也不会轻易上了他们的当 另外从时间上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十分的巧合 几乎是岸田文雄刚刚拒绝和中国离任大使会面 明显要给中国摆谱 但是另一边却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 有消息透露这名日本间谍是在结束任期之后 即将登上返回日本飞机的时候突然就给抓了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中国早就知道他是间谍 但是偏偏就等到他准备登机回家的时候突然拿下 正好撞上岸田文雄拒绝会面 中国离任大使可能 纯属意外收获 外国驻日本大使离任时 按照惯例 基本都会与日本首相会面 简单来讲就是和岸田文雄打个招呼 自己要离开了 这并不是说中国驻日大使离任时 非要和日本领导人岸田文雄对话 这完全是出于国与国之间的一种礼貌 礼节行为 相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借着这件事对中国驻日大使白普 以展示对华的强硬态度 给人的印象就是 日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格局太小了 既不懂礼节也不懂礼仪 更不懂礼貌 白普也就算了 刚刚白完普 日本间谍又给抓了 日本政府还反过来希望中国放人 岸田文雄把中国看成啥了 想离就离 不想离就躲得远远的 遇到事情还想对中国指手画脚 拿来的这么大的底气呢 真是不自量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